最近呢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大四学生瞿贤亮一组圆珠笔画是火遍了微博和朋友圈 每一幅作品呢就像照片一样逼真啊 不论是境物还是人物每根线条都清晰可见 看上去是格外的经济 高三的时候呢他第一次看见原来还可以用圆珠笔来画画 酷爱画画的他呢在那时已经和圆珠笔的手绘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大一的下学期他受到了学长的影响 开始接触圆珠笔画并坚持呢每周一幅 坚持提笔四年的时光 如今呢即将毕业的他还在学校办起了自己的画展 他说呢他要用最美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活 来自河南的网友说 哇塞咱这个圆珠笔在任者手里就那么高达上了 来自四川的网友说 哥我下午就去批发两箱圆珠笔就等拜你为师了 来自西安的网友说 要是不说我还真以为是拍的照片呢 确实美爆啦